马克思在这个地方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 意味着国民经济学的前提 并不是自然的永恒的 它是硬化 第二 国民经济学的活动领域 它的范围是硬化劳动的范围 硬化劳动的范围 所以马克思说 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 硬化劳动的规律法 只不过表述了硬化劳动的范围 这个非常重要 它把历史的原则 这个特别是黑客发展起来的历史的原则 放到政治经济批判的领域当的学 放到政治经济批判的领域当的学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把握了私有财产的周期的本质 国民经济学把握了私有财产的周期的本质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这个劳动的原则 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的理论 说到底 实际上是现代的国民经济学 它的基本能力叫做基本的触发 整个理论的背景 整个理论的触发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这意味着私有财产的周期的本质 在国民经济学当中被把握了 被把握了 如果你们有书的话 可以按照78页 78页 马克思说 这私有财产和劳动 私有财产的周期本质 作为自为的存在着劳动 作为求喜 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 就是劳动 因此十分明显 只有把劳动施为自己的原则 亚当斯密 也就是说 不再认为私有财产 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 只有这种国民经济学 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 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 现代工业的产物 等等 我们往下看 因此 在这种揭示出财富的主体本质的 启蒙国民经济学看来 那些认为私有财产对人来说 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的货币主义体系 和重商主义体系的拥护者 是财务教主 天主教主 因此 恩格斯有理由 把亚当斯密 称作国民经济学的马丁路 这里 马克斯引用了恩格斯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说法 在这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当中 恩格斯把亚当斯密 称为政治经济学的马丁路 称为政治经济学的马丁路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从重商主义和货币到国民经济学 之间有一个变革 这个变革被恩格斯看作是类似于宗教改革的一场 类似于宗教改革的一场 当然这个宗教改革指的是马丁路德 或是加勒马 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什么意思呢 在重商主义或者货币主义呢 他们对财富的理解 只是理解了一般的财富和抽象的财富 理解了人的外在的财富 而到了亚当斯密 国民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变革 这个变革不再把财富理解为人外在的某种东西 所以马丁路德说 国民经济学把握了私有财产的终极的本质 或者财富的终极的本质 所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 或者从亚当斯密开始的经济学 被叫做启蒙的国民经济学 或者开明的国民经济学 开明的国民经济学 我以前做过一个类比 很简单 对不对 一个重商主义或者货币主义的父母 它只理解财富的 抽象的性质和外贱的性质 所以它会给孩子 比如一百万 这个钱是吧 一百万钱 但是开明的父母 或者启蒙的父母 他也有一百万 他没有把这个领财 把这个钱 外债的给予他 他送孩子去补书 送孩子去游历 是吧 然后一百万块钱花完了 那么这个父母懂得什么 懂得财富的中心 所以他应该被叫做开明的父母 或者启蒙的父母 是吧 启蒙的父母 就这个意思 所以马斯典对于货币主义或者重商主义 这样的经济学来讲 国民经济学 亚当私立 李家族的经济学 是开明的和启蒙的 因为原先的经济学 原先的货币主义或者重商主义 是理解财富的 一般收下的本质 或者对于人来说是外在的本质 对于人来说是外在的本质 而以劳动为原理的国民经济学 他掌握了私有财产 他的重体的本质 或者财富的重体的本质 财富的重质 所以大体上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主要是这样三个方面 主要是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个 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 是异化劳动的结果 私有财产并不是自然的 并且是有分的 第二点 国民经济学掌握了异化劳动的规律 国民经济学阐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 换句话说 国民经济学的整个活动领域 是在异化劳动的范围之内 是在异化劳动的范围之内 第三个 国民经济学 掌握了私有财产的重体的本质 私有财产的重体的本质 因此 国民经济学 对于私有财产的理解 比 重章主义和货币主义前进了一步 前进了一步 所以它不再是 败物教徒 或者天主教徒 它是新教徒 是路德派的新教徒 是路德派的新教徒 当然我们可以看一看项羽 刚才面对那句的项羽 正像路德认为宗教信仰是外部世界的质 因而起来反对天主教徒教一样 正像他把宗教夺成变成人的内在人质 从而阳气了外在的宗教夺成一样 正像他把僧侣移入世俗人心中 因而否定了在世俗人之外存在的僧侣一样 由于私有财产体现在人本身中 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 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 就像在路德那里被设定为宗教徒 这样的一个批判 对马斯的后来的政经理学研究 或政经理学批判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部分当中 我们最后还是回到了 异化劳动的这段二位 国民经理学的基本的二位 基本的二位 所以我们可以在 在七十九页 七十九页 看到有一段话 马斯说 而且肯定的说 他们就是国民经理学家 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个方面 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 但是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 发展得更加确实 更加真实化 因为他们使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 成为主体 就是说 既成为人的本质 又同时使作为某种非存在物的人 成为本质 所以现实中的矛盾 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 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 支离破碎的工业现实 不仅没有推翻 相反 却证实了他们自身支离破碎的原则 他们的原则 本来就是这种支离破碎状态的原则 这段话 使得马斯的国民经理学批判 回到了国民经理学的基本的二学 所以 马斯没有否认说 国民经理学的东西不是科学 说国民经理学的整个原理都是不说话 没有这个意思 马斯说 他们在排斥人这个方面 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 原来的讲究是敌视人 国民经理学家在敌视人这个方面 总是比先备走得更远 这种敌视人的方面的发展 马斯认为不是随便 只不过是因为 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特定 更加真实的方面 换句话说 他们的科学 如果发展得更加真实 如果更加特定的话 那么国民经理学 在根基上的对人的敌视 就会充分的显示 就会充分的显示 不是因为他们不是科学 而且因为他们是科学 而且这个科学如果越发展 越彻底 越真实 那么它敌视人的心思 就越是充分的暴力 所以马斯后面讲 因为他们使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 成为主题 同时使作为某种非存在乎的人成为本质 这个说的就是异化劳动 就是国民经理学 以之作为成绩的劳动 本身的自家矛盾 所以现实中的矛盾 就完全符合他们示威原则的 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 现实中的矛盾符合他们示威原则的 那个充满矛盾 示威原则什么原则 劳动的原则 这个劳动他们真是自家 本身是自家劳动 所以马斯讲 支离破碎的工业的现实 不仅没有对战 相反却证实了他们的自身支离破碎的原则 他们的原则本来就是这个支离破碎状态 这里的支离破碎说的也是矛盾 说的也是矛盾 彼此分离的 彼此独立的 又彼此对立的建筑学习 这是我们关于84年经济学学业收稿 教授的第一个方面 意义化劳动变引会合性的政治经济学平安 第二个我们讨论地化劳动变引会合性的政治经济氧气 第二个我们讨论地化劳动变引会合性的政治经济氧气 为合性的共产主义 为合性的共产主义 上次我们在讲德法年线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说马克思完成了两个转变是吧 这个大家要听闻前论 从文心主义转变到维吾 这是马克思 从黑格哲学的立场转变到贝尔巴的立场 另外一个是从革命运进的运动变到共产主义 因为在黑格哲学西班导演 以及在论德泰人文当中 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 并且诉讼无产主义 这我们知道 我们在前面对讲过 那么在1844年经济学学业收稿当中 马克思把他的共产主义的概念 发展到另一个高度 这个共产主义的概念 从异化劳动的概念相关起 从异化劳动的概念相关起 换句话说 他的共产主义的理论 他的共产主义的理论 现在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两次 这个首先是在1844年经济学 这个手稿当中被建立起来的 这是第一次 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也是在14年手稿开始 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 在14年手稿当中 他的共产主义 同异化的机器氧气 从异化劳动去做进行 因此换句话说 他的共产主义的学说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 建立起来的 为什么马克思要写一部大著作 叫资本文 为什么这本资本文 实际上是他的共产主义学说的 最重要的 一部内众 一部内众 因为他的共产主义学说 现在开始从政治经济学批判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 那么在14年手稿当中 马克思把他的共产主义概念 首先发挥为 叫异化劳动的机器氧气 异化劳动的机器氧气 好 我们简单讲讲其中的那个 第一个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步骤 这个步骤 从以往的所有共产主义学说 只要他采取浪漫主义方向的共产主义学说 化成机器 化成机器 因为我们说共产主义学说 不是马克思最初的机器 在马克思以前 我们就知道有一些前辈 他们提出了共产主义学说 是吧 甚至我们中国传统当中也有这样的提出 以至于后来康尼维 主要写的那个大提出 也是共产主义学说 这没问题的 这都是共产主义 大同称宝典 康尼维最重要的主义 我认为就是大同 只是这个大同说 还没有能够给发挥国 他一个基本的思想叫 产旧邦已辅心灵 那么这个旧邦是什么呢 这个旧邦就是共产主义的 那种社会状态 社会状态 所以他要产旧邦 所以共产主义说不是吗 在他前面有许许多多钱 有许许多多钱 当然我们知道的比较多的 而且贡献比较大的 我们可以说法国的空乡社会主义 法国的空乡社会主义 马克思当年编德法年鉴的时候 他就是想把德国的哲学 和法国的共产主义学 能够结合起来 那么在四十年收稿当中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 一方面我们看到 他从政治经学批判 原起起来 因为政经学批判的核心概念叫意化 共产主义学说是以意化劳动的积极阳气 所以他从政经学批判 第二个 他的共产主义学说 以积极阳气这个数 使他被德国哲学化 使他从传统的共产主义学 特别是浪漫主义的定向 划清了解析 划清了解析 这是最基本的必要 这是最新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个积极阳气 积极阳气 如果有新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看 八十年 八十年 最后几段 标题叫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马克思说 但是 无产和有产的对比 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 劳动和资本的对比 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比 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 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比 还没有作为劳动来理解的对比 这种对比 即使没有私有财产前进运动 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 如在俄罗马 土耳其等 因此 它还不表现为 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比 但是作为财产去排除的劳动 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 和作为劳动去排除的资本 即客体化的劳动 这就是作为上述对立发展到 矛盾关系的 另外的处是 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 这话都起来比较费劲了 都起来比较对比 我们抓住两个最基本的东西 抓住两个最基本的东西 第一个 无产和有产的对立 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 劳动和资本的对立 它就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 第二句话 劳动和资本的对立 是发展到矛盾关系的 因而是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 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 无产和有产对立 什么意思 很简单 就是穷人和富人 那就是穷人和富人 所以有人说 只要有穷人和富人 只要有穷人和富人的对立 就一定有马克思主义的事 这话说的有点对 但不很对 因为只要有穷人和富人对立 就一定会有对这种对立的抗议 这没问题 就一定会有慈善性 这也没有问题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有马克思 这不一定 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在讲 什么叫有产和无产对立 就是穷人和富人 这种对立 这种对立 很多人都要 很多人都把握到 对 几乎所有的慈善家都把握到 我们中国的古典的诗人 思想家也都把握到 只要这个人心气够高 有一定的境界 是吧 他就能把握到 那最著名的 杜甫的 这个 猪门酒肉臭 路有动心 说的是什么 穷人和富人的对立 有产和无产的对立 这个叫律师 律师要对抗 这个对抗是什么 一面是猪门酒肉臭 另一面是路有动心 有产和无产的对立 被把握到 如此的高度 被把握到 如此极端的形式 文学上的 上乘之中 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马克思说 有产和无产的对立 你只要不被理解为 劳动和资本的对立 它就是无关警告的 这不是说 这个对立没意思 说这个对立是假的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解决这个对立的办法 所以它是无关警告 还没有发展到矛盾状态 这个词 黑格的词 黑格的用法 那么黑格在逻辑学上 怎么用呢 差别 对立 一开始是差别 差别在内边发生 然后这个差别发展到极端 形成了对立 而这种对立 要发展到矛盾的状态 是什么意思 是使得这种对立 能够得到解决的前提产生 这叫矛盾 所以我们讲矛盾 转化 所以大家看 黑格的逻辑学 黑格的思辨方法 它是把这个东西 看成一个过程 看成一个过程 首先是差别 而且这个差别不是外部的 叫差别的内在方式 是同一个事物当中 发生出差别 发生出差别 这个差别 在他们的极端的形式当中 发展成为对立 发展成为对立 而这种对立 可以持统 可以拘守 但是这种对立 仍然会发展到结果 就使得这种对立 解体的状态开始出现 那就是我们讲矛盾 以及矛盾转化的可能性 这叫矛盾 这叫矛盾 所以最初是差别 发展到对立 对立发展到矛盾 而矛盾 开始形成什么 阳气对立的前决 所以我们再来看 三句话 无产和有产的对立 只要还没有法 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 它就是一种 无关紧要的对立 一种没有从 它的能动关系上 从它的内在关系上 来理解的对立 还没有作为矛盾 来理解的对立 然后无产和有产的对立 到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 它发展到一个什么状况呢 马斯说 这就是作为上述 这就是作为上述对立 发展到矛盾关系的 因而促使矛盾 得到解决的 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 所以私有财产 有一个发展过程 私有财产一出现 就开始出现了差异 私有财产的整个活动领域 因此固件的发展出对立 这个对立叫什么 叫穷人和富人 叫有产和无产 叫有产和无产 私有财产发展到 劳动和资本对立的时候 马斯认为 马斯认为 这是发展到 矛盾关系的私有财产 发展到矛盾关系的私有财产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促使矛盾 得到解决的 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 所以我们看到 马斯的思想体系当中 他对于 异化 异化劳动 采取这样一种理解方式 用了一个 黑格哲学惯用的词 叫阳气 我们都学过西方哲学 我们是报道这里 阳气是什么意思 阳气 这黑格哲学的数字 专门的 对于阳气 而且他还特别 加一个叫积极的阳气 什么叫积极的阳气 把私有财产 发展起来的成果 居为己有 居为己有 因此 马斯的观点 关于共产主义的观点 如果被理解 对私有财产 积极扬起了 那么 他并不是说 一般的反对私有财产 相反他还认为 正是私有财产的发展 私有财产的充分的发展 私有财产是发展到矛盾关系来 这样一种进程 才可能产生 凉气 私有财产 凉气 异化的 潜传 所以说浪漫主义 完全不同 浪漫主义的方式是什么 我从前面说过的 基本的方式 叫开一个石道车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私有财产 这东西很坏 你们看 到处是对立 到处是冲突 有穷人 有富人 是吧 私有财产 一切罪过的产人 那怎么办呢 咱们开始导致 咱们回到一个叫黄金时代 对不对 那个大概是原初状态 黄金时代 这个在卢梭的 那个 想法当中是表现的最重要 表现的最重要 所以后来对私有财产进行批判 几乎所有观点 都是要开一个石道车 都是要开一个石道车 那我们也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文化保守 也采取这些观点 是吧 说中国现在的事情 都是在现场 被启农搞坏 被自由主义搞坏 那么怎么办呢 就咱们回到老鼠中的 回到越 越老的那个老鼠中的 问题就解决了 这种想法 当然对 现代世界 对私有财产 都是采取批判 都是采取批判 但是这种批判 是浪漫中的 因为它要采利是造成 所以我们在 比如说法国的空想 社会主义者当中 或者法国的经济学当中 我们到处可以看到 这种批判的东西 因为它们都是和浓缩 这个思想 又在本质联系 重用主义的先取者 他们认为财富 货币 是一切罪恶的 他们认为 城市本身就很 很糟糕 所以他们 想要有一个 一个 赞回运动 是吧 那么后来 就像霍罗东 加西斯蒙地 他们都希望回到 小生产图 回到小生产图 那马克思的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 与他们回到 这个差别 突出的就体现了 进行洋气 叫洋气 这是德国哲学的 一个专门的书 黑格哲学的 一个专门的书 既被废弃 又被保存 在更高的阶段上 回复 在更高的阶段上 对于洋气 是吧 它是洋气 它是洋气 第二个是积极的洋气 积极的洋气 意味着 它是在这样一个 前提和技术上 来谈论 这样的问题 所以马克思不是说 不要洋气 自己的财力 马克思不是说 不要洋气 劳动和资本对应 马克思说的是 此事在私有财产 得到充分发展的 前提交易 在私有财产 发展到高度紧张 它对立的前提交易 洋气私有财产的 现实的前提交易 在产生中 在产生中 所以他讲 国民经济 一直作为前提的 那种异化劳动 实际上是发展到 劳动和资本对立的私有财产 而这种私有财产 是使得矛盾关系 得到解决 并且开始形成难度的 理解的那样的私有财产 所以劳动和资本的对立 是发展到矛盾关系的 因而是促使矛盾 得到解决的难度的关系 这是我们来讲的 马克思说的第一个 第二个 有一句 很有名的话 很有名的话 这句紧接着下面的句 自我异化的阳气 从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 这个就是 这句阳气的基本 基本 大家看一下 就是刚才念的那一段话 下面 罗马数字 不是罗马数字 两个 读入同一页 自我异化的阳气 从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 原来的有些版本的翻译是 自我异化的阳气 从自我异化走的是 同一条道 同一条道 我们理解起来更简单 自我异化的阳气 和自我异化 不是两条道 不是方向相反的道 是同一条道 是同一条道 浪漫主义的观点 认为什么呢 认为方向要相反的 对不对 方向是相反的 你是说往前面走 浪漫主义的观点 什么叫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最基本的观点 就是要看 就是要回到一个 所谓黄军时代 或者白军时代 那状态的军 大家可以看海涅的论浪漫太 浪漫太一上来 给浪漫主义下的定义 就是 所以 所以在浪漫主义的批判看来 他们反对 私有财产 反对劳动和资本的 对 特别是反对劳动和资本的 高度紧张的对 所以他们要开立即造成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路的方向 是完全 是完全相反的 是完全相反的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人 这些人的事情是 这不其他要道 这不其他要道 在马斯这些地方讲 异化的地方起 自我一方 走的是同意的 走的是同意的 至于为什么 走的是同意的道 前面已经说了 有产和无产的对比 制造还没有发展到 劳动和资本的对比 它就是无关紧张 还没有发展到 矛盾状态的对比 只有发展到 矛盾状态的对比 才是有效的 能够阳气对立的 那样一种前提的条件 参与出来 参与出来 所以异化的阳气 跟自我一方 走的是同意 走的是同意 所以如果我们用去 不太恰当的话 你想异化的阳气 可以在你的发展上 是吧 你的令异化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然后才可能阳气 你总是要绕路走 要回头走 那是什么 历史从来不是 历史从来不是 所以原先的共产党 几乎所有的都是大门 偶尔有一些例外 那他们是造造的 那种想法 但马克思 很坚决地指出 那异化的阳气 跟自我一方 走的是同意 所以大家可以去读 共产党的声音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评价 那个高 以至于阿伦特说 马克思是可以资本主义 给资产阶级最高保险的 给资产阶级最高保险 为什么 马克思看得很清楚 现在生活出现了 对立和矛盾 但阳气对立和矛盾 条件 在现代世界本身的 发展过程之中 既不是开造车 也不是闭门 也不是闭门 所以马克思的这句名言 非常重要 这个名言 使得他从浪漫主义的 共产党 或者通向的共产党 所以他说 硬化的阳气 我都有一点 这么多的 这么一个 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 更多的 有意思 准备 你 你们